《江湖》 《江湖》 作曲 李宗盛 《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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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集周固 周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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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湖》 周固 繁sen hi 相思眼睛陷阱 文化月圈外 上我情脱离 风云千年路 江山观离心 清欢月初天宇 无处不是复远期 无处不是复远期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大陆巡奇 淮河采风系列 今天将随着废黄河故道往东边走 来到复宁县 当黄河夺坏入海之后 这段原本是淮河入海的河道 竟成了黄河入海的水道 黄河故道在几百年的黄沙堆积之下 两旁形成钢岭 形成肥沃的淤泥土 而今这片土地 是复宁县最主要的水果产区了 现在我们一起进入复宁县 仿黄河的顾沸道 还品尝当地鲜果的甜美 我们沿着苏北灌溉总渠 向淮河出海的方向前进 来到复宁县时呢 已是淮河的尾声 这是一片富裕农村 很难跟水患有任何的联想 沧海桑田是名符其时的复宁写照 黄河夺淮造成淮河下游 灾换平船 黄水带来大量泥沙淤积在河口附近 复宁是靠海的城市 大海夺田时怒潮笑涌 百里为虚 陆地变成水湾 海潮东退 水湾又变成陆地 自海岸县东移九十公里以后 黄河泥沙堆积成一条高出地面的沸河道 于是原来的沧海呢 就变成桑田 这是沸黄河故道 这些肥沃的泥沙都来自陕北的黄土高原 在下游淤积之后成为真正的良田 古秋这个地方呢 就是怀怀的出海口 出海口 海就在我们这个旁边 那哪里 向北就是海了 沧海上天就是这个地方 复宁黄河沸河道中的沙质土壤 对于果树跟桑树的生长是非常适合的 所以当地许多水果品质相当好 土着形成呢这个离类比较年轻 没有经过风华和污染 这里长出来的苹果呢 胃口特别好 我们这里的苹果已经淘着 都已经注册为商标 叫桃园牌商标 获得久久北京国制农业布兰会 进这奖章 苹北的海岸是沙岸 沙岸的形成是海境和河流泥沙堆积作用逐渐演变的 历史上淮河入海是在云梯关 把苹北海岸分为南北两部 富宁的土壤肥沃耕地面积122万亩 桑树的成长在富宁这代可谓得天独厚 由于养残业和桑树的密切关系 使这里呢也有很多人把养残当作副业 富宁也是粮食生产的基地 水稻小麦是主要产品 在经济作物当中手推棉花 其他像是花生 大豆 药材 莲藕等 也都产量疾风 近年来水患逐渐减少 农民生活逐渐步入小康 因此呢我们才了解 过去三年粮水患对它们有多大的影响 岛淮也就是治理沸黄河工程 是从民国二十三年十月筹备 二十五年竣工 全长一百六十公里 在富宁段有七十公里 民国二十三年还输进附近的大小河道 但是效果并不好 每年夏季当商肾成熟时 除了可以当水果卖钱以外呢 就是掏商肾种子 当地人在桑树下茧时 由树上所掉落的商肾 然后呢用水掏洗 去掉杂质跟附着物 一次两次洗了采采了洗 就能逃出最纯净的桑种 然后呢再经过其他手续 就成为最好的桑种 这些桑种运到各地去呢 都能卖到很好的价钱的 这些桑种运到各地去呢 都能卖到很好的价钱的 天哪 你想一想 這個種子太小了 你也逃不出來了 逃不出金種來了 還要把它撕開 現在這個價格 要看人家瘦什麼價格 大概多少 大概啊 大概是都回去吧 到你瘦了 那麼好爛掉了 好爛掉了 種子不就撤出來了嗎 撤出來了以後就放在白 放在水裡面掏了 你只是在水裡面掏金子嗎 嗯 啊 水裡面掏金子 水來掏金子 七兩檔 你不就水裡面掏金嗎 沒有辦法了 七兩檔 歷代都以淮河水患為最頭痛的問題 當洪水一到來 農田房屋生命都將毀於一旦 所以治淮的工作從來就沒有間斷過 就是這個 六十年代在這個地方還發掘過下面的鐵板 這個鐵板它是扣扣像黏的 黏起來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固定這個沙土 這個鐵板呢 做了打基礎以後 再在上面進行起這個石頭 進行造鐵閘造橋 當時就是中華民國25年吧 公於1936年民國政府就造了這個鐵閘 鐵閘 目的是什麼呢 就加強淮北地區和沿海地區的精子聯繫 聯繫 加強交通功能 後來呢 1937年 抗戰爆發以後 這個工程也就夠錢了 那您說當時的蔣經國現在有來這邊來施察過 施察過就是當時開工的時候它來了 這邊地方自有記載 這個地方呢 這個蔣經國來的時候呢 因為過去的政治關係不停了 但是呢 我們老百姓都記得這地方它來過 而且這個地方呢 這個抄鐵閘這個世界 這個傅寧縣市場都有 蘇北地當南北方的緩衝過渡地帶 所以是米面堅實的 而傅寧一帶也正是如此 我們抵達時呢正是栽種棉花的季節 農民正在田中工作 這個就是栽棉花吧 栽棉花 那你這個叫什麼東西 這個是打糖的 打糖的啊 一直沒有吃 放在那裡 滴回 放在那裡 然後外吃 外吃 然後 做棉花是蠻辛苦的 現在有些西德山羽 沒得自己先種米花 上面有卡的西德山羽 沒得自己先種米花 棉花籽發芽之後 經過育苗階段 再移植到棉田裡 不久 就成為一大片的棉花田 現在要去參觀水果倉庫了 最近幾年江蘇省引進大量 台灣品種的西瓜種子 經過培育之後非常成功 而且當地價格非常便宜 會來 會來的 你們現在這個牌 怎麼打這個台灣牌呢 對對對 台灣品種 台灣品種 台灣品種怎麼過來呢 一個品種 這個就是台灣的 這個我們引進台灣的品種 台灣的品種如何引進 就是我剛才講的是通過台灣的 我們大陸的這個 糧油公司 糧油公司的這個 農油公司引進了 所有的這個種子都要跟那個 農油公司買過來 對 那你們這邊沒有辦法生產 那個種苗一定要從它那邊買過來 對對對 它這個種苗沒有反著指引 是這個種子 它這個反著指引的要被拿掉了 它不反著 它這個種子沒有 奧利沒有反著的那個 它這個技術只有它們有 你們這邊完全沒有 對對對 你們一點都沒有 只有跟它們買的份 對不對 對對對 你們要多少錢呢 我們就總要花300塊錢一母的 那你有幾母 現在有幾萬母呢 我們一起母就30萬 我想在種的過程當中 就是農油公司 有沒有技術上的指導 告訴你們什麼時候 什麼怎麼種法 這個有錯 有這個初步的製作指導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們的設計當中來沒守 實計當中沒守 我們總覺得我們有這個經驗了 你們有這個經驗 我想了解一下 就是說以前 塑基鎮種不種西瓜 種啊 我們種 我們有傳統的種的西瓜 那傳統的種法是怎麼樣呢 傳統的種法就是 種的種啊 它沒有搞大棚啊 沒有搞這個 溫舍地啊這個油苗啊 主要是這樣的 賣得好不好 賣得加起來一般 一般 一般 那現在這個大棚西瓜 賣的價錢是多少 這個價格就夠了 這些台灣種的西瓜 在大陸市場 可是相當暢銷的 你看嗎 這也是紅的 紅的啊 紅的啊 黃皮紅的 這個 這個 黃的還甜 這個 黑別人比黃的還甜 對 黃的 這個 會來喝 我覺得 後面是絕對是 會來喝 會來喝 比的是他沒人 大事上市的時候 就有時候 一毛多錢一斤 兩毛錢一斤 這裡只要三塊耶 只要就是會啊 會了 那你要不要買了 你要不要買 我買沒有回去 回南進去買 回南進去買 對 未來這些甜美的瓜果 有沒有可能 以低價回銷台灣 衝擊市場呢 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富寧縣位在江蘇省 嚴富平原的北部 地勢平坦低下 並且呢 又位在蘇北灌溉總渠的下游 所以一遇上下雨呢 容易淹成水災 富寧縣的農民 在長期抗水患的經驗下 它發展出竹圍體保水田的水利工程 顯得非常有趣 而現在呢 我們一起到富寧縣的陳良鎮 看看農民如何的竹體保田 廢黃河故道在宋朝時 是淮河東流入海的單一水道 也是宋經兩朝對峙時的國界 而淮河呢 就成為當時重要的爭奪縣 雙方你來我往 欲雪奮戰於淮河兩岸 雖然宋經戰爭已經走入歷史的封城 但是對韓城鎮的老百姓來說 韓世中的英勇抗金故事 卻永存人心的 宋朝時韓世中在鳳谷築城 在這裡練兵抗金 曾經大敗金兵於廟灣北沙等地 明朝佳境三十六年以後 設了三廳七訓分兵駐守 從未間斷 所以這裡呢 也是戰爭不斷之地 在油菜花盛開的季節 滿眼是金黃 收成的時候 又見果實擂擂 早上五點 早上五點到現在 你晚上還不吃飯 吃飯 現在看看幾點鐘了各位 七點半吃飯 快七點了耶 七點半下班 七點半下班 你這樣地的莊家可以過日子嗎 可以過日子的 你這樣子這個 一亩的油菜脂 可以收多少斤的油菜脂啊 收三百斤 三百斤 那三百斤的油菜脂 可以換幾斤的油 和一百斤油 一百斤油 一百斤油 一百斤油夠不夠吃一年 不夠 那你一年要吃多少斤油啊 一年要吃到一百五少斤油 那你有沒有賺 這個油菜脂有沒有賺 沒有賺 沒有賺 不賺 不賺啊 先生嗎 我去上街外打工 陳良地處縣至南方 與縣城相距十四公里 大部分的老百姓呢 以農業為生 也有一部分漁民以養殖或合撈為生 生活正逐漸不向小康 這是一個非常純樸的小鎮 人口不多 所以相互的照應 身後過得非常和樂溫飽 在街頭逛逛看到竹編 造型非常精美 手工也細緻 忽然呢 有一個造型非常獨特的東西 看來像是煙袋 但是仔細一想呢 如果吸煙的工具是竹編的 又太離譜了吧 這個東西叫阿子 原來是抓魚用的 抓鱱魚呢 是最好的工具了 因為陳良鎮 是一個鱱魚產量很高的地區 你這個魚 這個鱱魚是怎麼抓的 有的那個是網球的 還有那個是阿子這種狀的 就是那個鱱魚 阿子龍 那這個是網的還是阿子龍的 這個一邊就是網球的多 網的 那阿子龍阿不到這麼長 像阿子鳥的龍 怎麼拿 阿子一邊真是小 這個就是網狀的多 哦 網狀的 但是在當地呢 您瞧瞧 有專業的殺善者 他以非常熟練的手法 只需要輕輕地滑上兩次 就可以殺善去骨 這就是去掉的三角骨 這就是去掉的三角骨 陳良鎮的農貿市場 是農漁產的交易中心 這是韭菜種 碗豆的種子啊 碗豆的種子 看到沒有 然後這個賣的是玉米種吧 玉米 那就是黃洞嘛 陳良一帶的居民 人人都具有憂患意識 因為當水患來臨時 不僅驚天動地 可能家財人命都會毀於一旦的 除了政府所做的各項防患工程以外 農民還自動自發 團結力量 做成了圍蹄 來保護自己的家園跟土地 發揮很大的防洪作用 這個尾丁呢 是為了這個夏天啊 房子塌塌於牢 這個美尼夏天塌塌於牢 這個湖水的要猛漲 它要告出這個農體 要漲到多少 漲到這個位置呢 這個最高的一尾分啊 要到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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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得這麼高啊 哇 那麼這個就是塔塔的洪水 那現在呢我們要做這個一百里 一百里這個洪水的標準啊 嗯 可能出現的洪水的標準 嗯 修作這個尾滴 嗯 這個尾滴呢 高度呢 這個有海白嘛 三滴五米 嗯 這個庫路嘛 四米 收頂啊四滴 這個四米啊 這個都是我們龍翔之間啊 做這農民這個劍挑脆辣 把它修作出來的 這圍體擋住一部分的洪水 田園有了安全保障 每年收益是增加了 一般說來淮河的水患 正逐漸在減少中 水利工程當然是最大的工程 淮河水患影響蘇北地區的時間 是又長又久 但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利益不可能是絕對的 但是在大家群策群力的共同努力下 美麗的遠景或許會在幾年之後就實現了 在那個時候不再有洪水巨浪 在這裡呢一定住得更安心了 我們在傅寧文化工作站的前頭看到演員 即將出發到外地表演 於是應邀給大夥呢 做一些表演來歡迎外客 這一段是《牙痕記》 是家喻戶曉的懷劇 它的內容呢是在一次大洪水清洗時 眼看母子兩個人即將被洪水沖散了 於是做母親的 在兒子背上就狠狠地咬上了一口 留下牙痕 二十年之後 兒子中了狀元 母子相認的團圓喜劇 在家喻戶曉的懷劇 在家喻戶曉的懷劇 在描述改革開放之後 他們生活奔向小康的情況 你這套牙痕 非要吃小毛粒子不大的 你快點兒子 啊啊啊啊 趙 這兒子都大 你面對個啥 嗯 現在 哎 又下火了 那 你看你大姑姑 沒費金 把狗粒人清上來了 那塊就把鄉清了嗎 哦 師父呢 媽媽是幾個大師女的人啊 以前的時候 沒風 雪 老 酒 媽媽就做 修院修間接 這支你呢 老是個個性啊 沒大出門 就是那個陳良壯 媽媽這一輩子 大修國好智慧 這個開放那裡的 我們到陳良去 威人大會的 威人大會呢 威人大會呢 啊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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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自忘 它驾驾哄哄 半熟炕 半熟炕 瑶族在贵州省市 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 因为居住的地区不同 有许多民俗风情 大同小异 以穿着来区分 就会有青库瑶 白库瑶 花瑶等名称出现的 瑶族是一个 急速汉化中的少数民族 也许在几年之后 它会完全地汉化 所以今天这段介绍呢 就特别值得珍惜了 尤其是戳壁谈婚 更是少见 请你一起来看看瑶族的文化 看这山明水秀之地 正是瑶族人生活了千百年的自然环境 瑶族是少数民族当中 裙子最短的民族 或许呢 是因为工作上的方便跟需要 或许呢 是天气太热了 女孩子们在露出双腿的时候 显得非常轻松 这或许呢 就是为什么瑶族女儿 比其他民族要显得开朗活泼的原因了 瑶族的分布非常广的 在贵州 广西甚至到了云南 都有他们的村落 竹木编成墙就正是特色 这个村落中老人跟孩子 都留在家里头 做些简单的工作 而年轻人呢 必须夏天工作 看看他们的房子 是简单而通风的 下面有高角柱 支撑它的重量 人就住在上面 而老人跟孩子呢 通常住在靠地面的房子里 以行动方便 有些高架房的四柱上 有光滑的罐子 这是为了防止 虫蛇侵入的防范设施 女人的服装分夏冬两种 冬天他们用双层布料 夏天是单层的 瑶族人是用洞藏方式 处理亲友的尸体 这跟其他民族不一样的 现在呢 我们就到洞藏的地方 去做实地了解 根据调查发现的 瑶族洞藏墓穴 已经有38处了 他们选择的洞藏所需的山洞呢 大多隐藏在丛林密布的隐秘之地 像这个山洞就是天然形成的 是何时放进第一口棺木 当然没有人知道 也没有文字的记载 而现在呢 还有人在偷偷使用它 因为政府要求他们土葬或活葬 由石壁上的钟乳石来看呢 这个山洞的形成年代一定相当久远 走进洞中以后 有着逼人的寒气 进入山洞之路呢 是一块块碎石拼成的 相当难走 据说以前的瑶族人 每家呢 都有一口棺木 如果有人死了 就把尸体背来 打开自家棺木 就这么放进去就成了 每家棺木自己做上记号 以公辨认 原则上是不会错的 在这个洞里面呢 我们所看到的棺木 大部分都是非常的简单 就用几块简单的木板 拼起来就可以了 但是也有少数的几个棺木呢 却带有不同的装饰 像是我旁边的这一个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它上面的正中央 插了一只这个鱼形的这个图案 那么在旁边呢 在侧面 我们还看到有很多个 用瑶族他们特有的一种图腾 所雕刻的一些这个图案 还有这个木板 非常的漂亮 所以呢 也就是只有在族里面 比较德高望重的长者 他们死了以后 他们的这个村民呢 才会用这样子的 比较漂亮的棺木 来这个把它放置在这个洞里面 几乎所有棺木都放在洞里 但是洞外头呢 也看到了棺木 究竟是谁家的 他们的家人 为什么任棺木放在洞外 任它日晒雨淋呢 为什么洞里面那么宽 它不曾放在里面呢 根据它这个民族的习惯呢 就是说里面太宽了 放到洞中间呢 死人多 那么就是说放在 放在这个洞口里面呢 放满了 那么死人就少了 就是这个东西 它是讲究这个时间的 早时晨呢 一般在晚上的十二点 抬过来的 他们抬过来的时候呢 那个藏火是相当隆重的 放鞭炮啊 打了河堡啊 一大棒一大棒的 然后抬肉饭啊 抬酒啊 肉啊 抬了下面那个瓣瓣 下下面那里吃 吃了以后呢 就抬过了 抬过来那里 盛放了以后呢 以后呢就回去 回家去 又吃一餐 送到送进洞 以后的第七餐 以后就不管了 不看了 洞藏或许我们是 第一次听到的 但是在瑶族社会里呢 它存在了千百年 瑶族人还喜欢斗鸟 也喜欢做生意 因此他们的市集日 是三天一次赶集 什么东西都买的 瑶族女人的青春 似乎特别的短暂 四十岁看来呢 已经老太隆重 瑶族女人除了 裙短式特色之外呢 她上衣的两旁 并不逢死的 因此在走路或工作时 不穿内衣的前胸后背 都一览无遗 长长的背心 两旁呢 也任她开着 看得很清楚的 而家庭中房间内呢 也同样是毫无遮掩 一进房门 全部的家当 都摆在你的眼前了 瑶族是信奉道教的 像是起建房屋 人死了或取亲 都得先请道工择日挑食 他们并没有文字 从民国二十六年开始 他们学习汉文 女性头上缠着一寸宽的白布条 老少都是如此 没有分别的 瑶族家庭虽然是一夫一妻制 不过家中如果有父母子女 加起来 人口是相当多的 他们的婚姻相当有意思 盛行者早必谈婚 跟埋旦则序 凡是有女儿的人家 都有一间谈婚房 紧靠在大门旁边 而在墙壁上呢 有些小洞 供女儿跟情人谈情话的 如果两情相悦 男方呢 必须来到女方的谈婚屋前 先敲敲门 如果女儿不醒 就得借中手中那根木棍了 姑娘的睡眠之处 通常是靠近墙壁的 所以很快地 就感到情人的来到 有的时候呢 是依据情话 但有的时候呢 又是绵绵细语 而情感就透过这墙壁上的小孔 在相互地传递着 这种公开谈爱 又悄悄论情的恋爱模式 充满浪漫色彩 而感情成长呢 还是停止了 就看男方去女方家中 次数多少而定了 如果每天都走得情 女方家长呢 会催促这对男女 赶快结婚吧 漂亮女儿 或许有不止一个男人 在追求 但是有耐心的人呢 总是会多少占些优势的 姚族女人 无论在婚前 有多少追求者 但是结婚以后 却是一生一世的相伴 很少有离婚的情形 如果丈夫不幸先去世了 必定在双方父母同意下 才能再婚的 这种方式很少改变 姚族过去盛行 姑舅表亲结婚 姑姑的女儿 嫁给舅舅的儿子 是很正常的事 但现在开放了 这种表亲结婚情况 越来越少了 广西的白褲瑶 是一个非常具有 音乐天分的少数民族 他们的歌声 还有打击乐器跟舞蹈 都非常杰出的 有人说姚族的表演 应该是最最精华的部分 而现在我们来看看 白褲瑶特有的表演艺术 姚族男女在结婚之前 都留着短发或是剃光头的 男二十 女十八以后 实行经营发 因此在往来如梭的人群当中 一眼就能看出 她是否结过婚 在女性背上呢 会看到一块自己所绣成的 图案背部 作为装饰的 一年四季都穿着 漂亮的短裙子 而头上呢 则看到在成年以后 静发时 所用的那条 四尺长的白布条 还有一条黑青布 它是先结成发迹 再盘在头顶上 姚族女性结婚以后呢 就得负起家庭重责 为家庭奉献 通常都是夫妻形影不离 夏天种地 上山砍柴 同进同出 但是生下的孩子 却得独自带大她 丈夫可是不会帮忙的 姚族民情是温和柔顺的 在家庭或族人之间 很少有纠纷 更不与外人起冲突 自从政府推行 一胎化政策以后 姚族人是最守规矩的了 每家只有一个孩子 据说他们的避孕方法 是全国最好的 但是呢 却不愿意把方法公住于世 姚族也是一个 尊重别人的民族 所以在接受 汉民族的文化教育 跟语文上 他们十分配合 因此汉化速度就特别快 走在树上唱歌 姚族人好客也喜欢喝酒 大米 小米 玉米都可以酿酒的 由于山清水秀 酿成的小米酒特别的香醇 以至当地汉民 把姚族所酿的酒叫做土茅台 刚才说到姚族人喜欢斗鸟 因此家家都养鸟 平常呢 把它当宠物 斗鸟比赛时 希望能获得胜利 赢得奖金 所以这种宠物式的斗鸟 是长随在祖人身边的 姚族人的总人数很难统计的 因为知系比较多 在知系下呢 又分成小知系 所以呢 我们是用服装来区分它 比如爱穿白色长裤的姚族 就管它叫做白裤姚 而现在我们抵达的这个村寨呢 就是白裤姚的小知系 叫做短裙姚 这是一个女性多 男性少的族群 生男孩就特别宝贝了 姚族也喜欢音乐 他们的节奏感非常强烈 在比较原始的部落村寨里 在没有现代文明侵入的环境里 他们的娱乐呢 只有靠自己 短裙姚最喜欢的娱乐 一是铜骨 二是陀螺 和其他少数民族不同的铜骨打击方式 是把铜骨高高挂在特定的木架子上 现在是挂铜骨的时候 绳子的长短 铜骨的高低 都得准确 姚族人的铜骨呢 有弓的母的之分 弓的声音比较尖 但是比较小 母的声音比较粗大 在使用铜骨时 用一弓一母相互的间隔 才能配成套的 现场这个大屁骨呢 有领导跟指挥作用 在敲打时配上夸张的舞蹈动作 产生非常特殊粗广奔放的旋律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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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